這是1956年10月 彭哲民同志臨終前寫給毛主席的一封親筆信 彭哲民在信中說 毛主席對他的懷愛之深感而自咎 信未踪必故未發出 彭哲民一解放以後 因為他本身又是醫生 所以我們黨成為醫藥衛生界的主體界別 跟我們這個彭老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1982年的11月 92歲高齡的農工黨中央主席紀方同志 和民間中央主席的胡傑文 全國工商聯的主席胡子昂 向中共中央提交了 關於振興和發展中藥思議的建議書 《子春三老上書》 得到中共中央領導通知的批示指出 黨外卻有能人 他們有知識又熱心 因而能夠發現和提出問題 這個評價還是很高的 或是在政府之間 真正的評價